学咖啡学出了兴趣 由新北市一元周雅琳开办的咖啡课程 伯爵咖啡班 在学晚的进阶之后还想要继续学 隔了两个月7月2号再度开课 暑假的第一堂不但学冲咖啡 老师还带大家学做焦糖布丁 让学员们好开心 跟上次的进阶班隔了两个月再开课 学员们特别兴奋 由新北市一元周雅琳开办的咖啡课程 伯爵这一班是二次进阶 当然老师也为他们客制化了一些课程 第一堂焦糖布丁 就是很多学员们开出的期望菜单 焦糖布丁非常好吃 那东西非常的绵密 比外面的布丁还好吃 在家自己做布丁 自己吃起来非常的健康 我们非常喜欢跟着学咖啡 学做烘焙 那在这炎炎下热 我相信今天这些学员学好之后呢 暑假的第一堂菜单就是焦糖布丁 也可以慰绕在这个暑假过程当中的一些孩子啊 或是孙子 那今天真的很开心 大家学得很开心 这是第二次的进阶 有安排比较特殊的一个甜点给各位同学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希望大家能有这个机会 再次的为大家教更多的甜点 让大家回去做给自己的家人吃 学生开心放暑假 这群妈妈们则是开心咖啡班 终于在开课 老师教的焦糖布丁冰凉消暑 正好回去可以做给孩子们或是孙子吃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手冲咖啡 学员们把握时间加紧练习 二次进阶 大家冲咖啡的技术都有一定的水准 在家抛一杯咖啡给家人或是朋友喝 都得到了成就感 老师非常的棒 教我们非常夺咖啡的知识 然后甚至会告诉我们 有些咖啡的技巧 那我先生的朋友来到我们家喝了咖啡 说我技术变棒了 不是那种一般的普通咖啡 所以非常好 谢谢我们老师 那今天各位同学呢 期待这课已经很久了 因为之前又开了一些基础班 那在暑假的第一个星期的第一个礼拜 那这些进阶班的同学呢 期待了这样子的一个再进阶的课程 学员们都学出了兴趣 算隔了两个月再开班 但是手冲咖啡不生疏 再次进阶的八堂课安排了不同咖啡技巧 与烘焙课程 暑假开心学习 自我成长 贾成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